手机的省电模式到底会不会真省电 去年年初我们做了一波实测 当时非常意外 甚至有的手机反而还更费电 一眼都过去了 系统和硬件都大更新了 你想直接看今年的测试结果 大家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点 经常用省电模式的交伴可以口碑一 打开了就能给手机续命 这是大家的固有印象 但如果它不省电 这故事是不是就很抽象了 好的 我是王九 欢迎收看本期 我们先来说一下人们理想中的省电模式 首先开启之后必须得省电 比如可以让你多用10% 20%甚至更多的时间 但同时你的用机核心体验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就和开省电模式之前是差不多太多的 感知不强 系统会智能的把不常用的耗能点都屏蔽掉 本期集齐了华米欧维果药6款旗舰 先对比省电模式开启前后的续航情况 第二大环节就是看一看它们前后的体验变化 这期又是海量数据 前后对比变化相当于测试了12 这样说12台手机 人都麻了 要个一键三连不为过 特别感谢 这类型的片子测试周期都非常长 还100Ultra确实没有赶上 所以本期出现的是Pro 大家可以先弹幕一波 你觉得谁的省电模式最不省电 如果你是华为荣耀小米OPPO的用户 在手机设置里面的电池页面 你就能直接看到 这个省电模式续航明显增加的数据 当然这个是官方预估的 我们统一50%的电量进行查看 小米显示开启省电之后 亮屏可用5小时35分钟 比默认的均衡模式长了12.8% 其他几款的预估应该都是细屏时间 这个华为28小时26分钟 比均衡长了26% 这个荣耀则更夸张 要长54.2% 那实际表现真有预估这么好吗 六款手机两个模式 考虑到日常使用习惯 这次测试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新的测试模型 3加2模式 3表示的就是3小时的亮屏测试 这个环节我们会选取9个常用应用 这个场景包括看视频 听音乐 刷信心流 购物等等日常场景 基本上代表了轻度使用的大多数情况 后面这个2表示的是2小时吸屏待机 不过在待机的时候 我们也会给测试手机发送QQ 微信各种消息 并且每隔10分钟就点亮一下屏幕 查看一下消息 模拟人们一旦开启省电了之后 你本能的就不会特别重度的使用手机了 就想着延长时间减少使用手机的这种场景 考虑到现实大部分人使用省电模式的时候 电量都不会太高 所以本期测试我们直接从50%开始 为了防止冲入电量序标 我们先将手机冲到60% 然后再耗到50%进行测试 细这个字代给打在公屏上 另外在测试省电模式的时候 是先在默认模式下调好所有设置 再打开省电模式的开关 开启之后就不再做任何调整 就算亮度降了也不再调了 直接测试 我们先来看一下默认均衡模式的表现 也就是开启省电模式之前 50%的电量 在这个3加2模型下 iPhone和小米还有OPPO都没有撑过5个小时 去年出现电量倒吸的vivo 坚持了6小时13分钟关机 希望它省电模式也能坚挺吧 然后我们按照完全相同的测试模型 再开启省电模式全部再测一遍 不废话结果如下 去年省电模式的结果是蓝场绿场都不咋省电 到了今年就剩蓝场了 刚刚默认模式表现很景的vivo 在省电模式下续航反而变差了 测试直到关机 这省电模式下还少了34分钟 也就是说开省电模式比不开用的时间会更短 其余5款手机都会更加省电一些 OPPO的续航时间相对之前延长了62分钟 接接实实可以让你多用1个小时 是这几款手机中最多的 其次是荣耀延长了36分钟 iPhone和华为28分钟和26分钟 这三家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 小米延长了但确实不多 只有19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刚才50%电量时 我们特意查看的官方预估的情况 有些机器差别就比较大了 华为实际延长8.5% OPPO22.2% 荣耀之前的预估提升可以达到50%以上 实际只有11.7% 小米是6.9% 小米这边预估的是亮屏续航 其他前面几款应该是C屏续航 当然当然当然提醒注意 我们并不知道 各家预估的这个数据测试模型是怎么样的 但根据我们的3加2这个模型 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日常的吧 这个大家官方预估那个看看就得了 不要那么乐观 要不然容易耽误事 再来看一组大家日常占用最多的待机耗电情况 我们也算是发现了蓝厂的问题 就是vivo在开启省电模式的情况下 2个小时的待机比不开 反而还多耗了4%的电 这4%应该就是造成它省电模式下 整体续航还变短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米和荣耀开不开省电待机都是一样的 另外在主观体验上 6款手机在省电模式和均衡模式下面 都能正常接收消息 细微差别就是开省电之后 这个消息的刷新时间变长了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vivo之外 无款手机的省电模式 今年确实都真的省电了 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有点怪 它不就应该省电吧 但是vivo这边还是要多说一句 它即使是省电模式不省电 人家的最终续航成绩也是非常亮眼的 希望它可以再优化一下 续航不就更顶更领先了吗 不是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 oppo本次这个模型的省电模式是最突出的 其次是荣耀iPhone 华为小米 OK 下一大环节就是体验 各家的省电模式都是从哪省的电呢 它们开启之后核心体验又和之前有多大差别 各家技术省电模式都有一个介绍 主要就是三点 一是降低手机屏幕显示带来的功耗 就比如刷新率亮度等等 第二个是降低手机性能输出 减少后台应用对电量的消耗 第三个就是关闭非必要的耗电环节 就比如触感反馈 亮屏时间 提示音等等 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开启前后的流畅度变化 米1OV4台的屏幕都是直接锁到60 与120相比 那体验确实要差一截 华为在我们测试的某宝和某博应用中 刷新率是锁到了90 在策略上华为还是想兼顾一些体验 并没有降的太低 iPhone的帧率相对也降 不过得益于iOS的动画却是不错 体验还OK 另外点击响应 开启前后也有所差距 这个过程其实对顺时性能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你自己都可以试试 在某宝内你连续点击页面退出 能明显感觉到手机升温 这个过程需要CPU顺时的高性能 如果省电模式有限制CPU的行为 这显示速度肯定会有所下降 通过性能监测 我们可以看到开启省电之后 这个Vivo的频率确实发生了变化 好大会儿从2.4GHz降到了0.6GHz 这就有些抽象了 这个前面实测开启也没大省电 但日常应用蓝场确实做了限制 iPhone目前CPU频率是屏蔽的 这部分就没法带它了 另外四款手机在点击页面这个操作时 CPU的频率在两个模式下都是一样的 刚才是某宝 同样在测试某个页面时 这四款机器也都没有发生变化 第二感知明显的就是屏幕亮度了 前面续航测试默认模式设置好的是350尼特 我们数据库的标准测试亮度 在开启省电模式之后 小米14Ultra又降到了310尼特左右 下降幅度11%左右 华为下降幅度是最高的 23%左右 从350直接降到了270左右 亮度下降这续航自然有提升 并注意开启省电模式之后 屏幕最高亮度和激发亮度也都有下降 六款手机的下降情况 我们一张图直接给大家打出来 这两个值在室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变完之后屏幕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当然这只是各家策略的不同 我们这里只是展示结果 开启之后日常体验肯定是有变化的 有小班可能会说我不开省电模式 直接自己去调节刷新率 调节亮度 不一样也会省电吗 这个肯定会 但是也不一定 省电模式在开启之后 它还会关闭一些非必要的进程 不过沿着这个思路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就开启省电模式之后再调整一些设置 肯定会更加省电 就比如华鱼这边 它是90嘛 为了招呼体验 你可以把刷新率再调低一些 除荣耀会自动进入深色模式之外 其他手机现在都是OLED屏幕 你也可以把深色模式再打开 进一步省电 OK 低负载场景 变化大家都看到了 抱着好奇心 我们再去看看 省电模式是如何应对高负载场景的 有什么调整 当然日常开了省电之后 人们也不太会有高负载场景 在这个环节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下各家的调度策略 我们直接拉出数据后原生4.0实测 从平均帧率可以看出 华为荣耀小米3家与默认模式基本没啥差差别 OA开启省电模式之后还是差别比较大的 Vivo的平均帧率从54.6降到了46 OPPO游戏中的省电模式和系统设置内是分开的 开启系统内的省电模式是没有效果的 帧率反而会更高一些 到47帧 OPPO在开启游戏中的省电模式之后 它的帧率会降到39帧 iPhone在开启省电模式之后 平均帧率也从56.7降到54并不是特别多 没有前面那么明显 帧率低功耗自然也低 iPhone和OPPO的功耗都降了有一瓦 当然体验肯定也就有所降低 从帧率曲线的波动就能明显感知到差异 现在手机上还有一个超级省电 当然iPhone除外 这个模式同样在设置电池中就可以开启 而华为只有在1.10%才能进入 这个模式就是保留手机最基本的通信功能 来保证基础服务 状态栏会限制你保留几个功能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添加应用进去 不过荣耀在这个模式下并不能添加游戏 这个模式就比较极下了 各家差异也挺大的 我们就不展开测试了 6款两个模式全部测完 蓝场依旧倔强 省电模式和去年是相同的 依旧不省电 但变化就是它本身默认的续航就非常突出了 OPPO改变的很彻底去年是不怎么省电 这个今年效果是最为突出 其次是荣耀iPhone华为 小米本期这个模型是排最后的 省了但确实不多 开启省电模式之后前后的体验这6款 肯定都是要变差一些的 综合省电的结果来看 我们主观觉得华为目前的调度策略 会让用户更加舒服一些 就是省电了 反差又没有那么的大 面对需要省电的这种场景 我们建议大家在开启之后 还可以再去调整一些手机的设置 就比如说深色模式打开 这个分辨率也可以手动再降一下 其他不使用的功能也都可以手动关闭 比如说蓝牙定位等等 也可以将手机的续航再次延长一些 这些地方也不是特别影响你的核心体验 OK 本期海量数捷 兄弟们一定记得电波赞 特别感谢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了 这种视频确实做着非常费劲 不太有人愿意去搞这种片子 更多能力精彩 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 观众小白测评 不关键的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